这个男人举起猎枪 而他瞄准的竟是自己12岁的儿子 一滴汗划过男人的脸 接着他抠下了扳机 但小孩竟然一点事也没有 他站起来看着老爸 眼神有点无辜 而老爸却在装下一颗子弹 等他抬头一看 人已经不见了 老爸吓得四处乱跑 不一会儿一个身影从天而降 把他撞倒在地 小孩换上了一身奇装异服 红头套红披风 像是一个超级英雄 面对绝对的震慑力 老爸只能拼命求饶 但孩子没有一点心软 到底是什么原因 能让一对父子互相痛下杀手 这部电影叫《魔童》 讲述了一个拥有超能力的孩子 逐渐失控的故事 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这家三口生活在农场里 夫妻恩爱 儿子小布还是学校里的天才 虽然是捡来的孩子 但一点都没影响他们的感情 转变发生在这一天夜里 骨仓地窍突然闪烁起红光 小布在睡梦中 仿佛感受到了召唤 他开始全身抽搐 瞪着红色的眼睛 打开窗户 直接跳了下去 声音惊动了老妈 他来到骨仓 看见小布正疯狂地摇晃地窖的锁链 无论老妈怎么喊他 他都听不见 等老妈走过去拍他肩膀 小布才突然回过神来 但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完全不记得 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梦游 可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第二天 小布正要打开割草机 但怎么拉都点不着 猛的一用力 笨重的机器居然直接被甩到几十米远 这样的力量 连小布自己也吓了一跳 地上的扇叶还在旋转 他看着自己的手 然后鬼使神拆得伸了过去 结果血没见着 转动的扇叶停了下来 扭成了弯曲的形状 身体的变化也开始影响到了小布的性格 在生日会上 姨父送了他一把猎枪 但老爸看到后马上没收 说小孩子不能玩这种东西 而平日里一向乖巧的小布 此时却有点愤怒了 老爸拽紧他的手说要走 小布一下就甩开了 最后在老妈的劝说下 才打破了僵持的局面 接着小布越来越奇怪 他吃着吃着东西会走神 等把嘴里的叉子拿出来 已经被嚼得变了形 之后老爸老妈在床单下 发现了一些有颜色的照片 他们突然有点放下了心 原来这些变化 不过是小孩的青春期躁动 在交友打猎的亲子时间 老爸趁机言传声叫 他告诉小布 你现在长大了 偶尔释放一下也很正常 但这话说的不清不楚的 小布有点理解错了意思 他对学校里的小美一直有好感 难道老爸是叫我马上行动 结果在大半夜 小布直接飞到小美家的窗户外 不仅用超能力搞恶作剧 还把小美吓了一大跳 还好人家老妈突然出现 才把小布赶跑了 但这件事给小美心里落下了阴影 第二天在体育课玩游戏的时候 因为昨晚的事 小美不愿碰到小布 导致他摔在地上 还忍不住大骂变态 但老是不知道来龙去脉 硬是命令小美把小布扶起来 小布抓住小美的手 看着对方极度嫌弃的表情 她的怒火第一次爆发出来 因为这件事 小布被暂时停课 但小美的妈妈并不满意 在办公室里 她破口大骂 骂小布是个野种 两人就此结下梁子 但她很快就会知道 得罪小布的下场是什么 昏暗的地窖里闪烁着红光 这个小孩徒手就掰断了铁链 突然 一股力量进入她的身体 小孩开始抽搐 嘴里碎碎念着咒语 当老妈赶来的时候 看到儿子小布已经悬浮在半空 老妈冲过去抱住她 红光却突然消失 小布掉下去的时候 手被割伤了 从小到大 这是她第一次流血 弄伤小布的是地窖里 一个奇怪的东西 老妈知道秘密再也藏不住了 她告诉小布 其实她并不是地球人 而眼前这个就是载着她降落地球的船舱 得知真相后 小布大发雷霆 原来连最亲近的父母都一直在欺骗自己 她开始失去了控制 第一个复仇的对象是小美妈妈 此刻她留在餐厅里准备打烊 却突然发现窗户上画满了奇怪的符号 接着灯光开始闪烁 她疑惑地抬起头 结果 玻璃茶子扎进她的眼睛 视野成了一片血红 几乎看不清东西 女人害怕急了 她胡乱挥舞着球棍 然后逃到杂物间把自己反锁起来 这时 超人的经典技能出现了 一束激光直接穿透铁门 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 没有发现尸体 只看见了一个奇怪的符号 因为之前伤害过小美 小布放学后要接受心理辅导 而辅导老师恰好是自己小姨 面对小姨的疏导 小布毫无悔过之意 于是小姨决定大意灭亲 将真实情况上报给警察和学校 因此小布怒了 当天晚上 等小姨睡着后 小布再次戴上头套 潜入了她家里 准备开始行动 而此时恰好姨父回来了 小布还没动手 就在衣帽间里被当场逮住 小布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但姨父早就觉得 这熊孩子有毛病 气冲冲地拉着他出门 准备载他回家 顺便向他父母告状 又是告状 小布忍不下去了 小布的力量 显然把姨父吓得够呛 他爬起来 开着车到处跑 但偏偏这时候 车子在半路突然抛锚 接着 在微弱的车灯下 小布出现了 这辆车在马路上慢慢浮起来 然后倒立在半空 接着 男人下巴都撞掉了 小布面无表情地走过来 在地上画了一个神秘符号 小布脱了衣服回到家 父母已经急坏了 问他大晚上去了哪里 小布说去踢球 然后走了很远的路才到家 但父母也不是傻子 一眼就看出了他在说谎 没多久 姨父的死讯传来了 警方判断是酒后驾驶 第二天一早 老妈告诉了小布这个消息 但他却没有丝毫难过 老爸首先忍不住开始咆哮 他知道儿子跟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但小布死活就是不承认 老爸也失去了理智 他抓着小布疯狂质问 然后 看到这一幕 老爸已经确信 儿子确实有特殊的能力 他趁小布洗澡 在他房间翻出了昨晚的那件衣服 上面粘的红色痕迹 再次验证了他的猜想 但老爸没有立刻表现出来 他决定自己亲手解决掉这个麻烦 第二天 老爸假装带小布去打猎 然而却在背后用猎枪瞄准了他 但小布不仅一点事没有 还实现了反杀 这时 老妈在家里翻出了小布的画册 上面画满了那个诡异的符号 几件案子的过程 也被完整的画了出来 老妈这才相信 原来真的是小布做的 他马上打电话过去 想要提醒老爸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 却是小布的声音 挂掉电话后 小布在屋内横冲直撞 整个房子都在剧烈震动 老妈吓得躲在床底 他突然想到 能伤害小布的 只有载着他来地球的那个船舱 老妈直接从窗户跳下逃走 一拳一拐地跑去骨仓 抠下一块船舱的铁片藏在身后 只是地窖里红光闪烁 不一会儿 小布出现在眼前 老妈慢慢脱掉了小布的头套 而小布也渐渐平息了下来 但就在两人拥抱的时候 老妈却在背后悄悄举起了铁片 他对人类的最后一次信任 现在已经被老妈亲手摧毁 小布抱着老妈直接冲上云霄 在万丈高空 小布松开了手 他扭头一看 一架飞机正迎面飞来 下一个画面 新闻在报道着农场的坠机事故 乘客无一生还 包括小布的父母 而小布却被当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他所做的恶 在这场事故里 被掩盖得一干二净